各位朋友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话题 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全民共振 几年以前武汉大学有一位社会学的讲师 刘燕武 他带着一批学生在南方很多个省份进行田野调查 他主要调查农村的老年人的自杀情况 最后他发现了在很多农村的村庄 差不多有30%的老年人的死亡是出于自杀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湖北金山县的一个村庄 有一位老人一边给自己烧纸钱 一边喝农药 纸钱还没烧完 人就已经倒地死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农村老年人选择自杀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老年人生活没有保障 农村老年人伤失劳动力之后 很多地方是没有低保的 就是低收入保障 没有有低保的那些地方 每个人平均一个月也只有大概70块钱 根本不够保障基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没有医疗保障 年纪大了就容易生病 但是所有的农村老年人都没有公费医疗 在医疗产业化的中国 即使是一个城市的中产家庭 也很难负担医疗费用 更何况是贫困的农村家庭 所以老年人得病了以后就自己拖着 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就只能等死 有一些老年人熬不过去 就选择用自杀这种方式来减轻痛苦 因为自己没有收入 生活和医疗费用也有子女负担 农村家庭的子女 很多都属于低收入阶层 那哪有那么多钱来供养老人看病呢 所以很多老年人选择自杀 就是因为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 为了让子女生活下去 就无可奈何的要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个现实 我们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多么畸形的一个社会 这种现象呢 不仅仅是在农村 在城市也照样存在 很多城市平民看不起病 很多中产家庭呢 因为一个人生病就要彻底破产 老年人看不起病呢 就选择自杀 但是呢 如果小孩子生了病怎么办 几岁的小孩子 你不能让小孩子也去选择自杀呀 我们的政府经常说我们现在大国崛起了 我们现在的GDP全球第二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人间惨剧发生 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 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 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正是这一批老年人 他们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贡献了自己的血汗 为什么他们劳累了一生 最后竟然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为什么他们连基本生存的权利都没有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贫困的国家 印度、菲律宾、古巴 他们全部都能够为国民提供免费的医疗 而已经崛起的中国 人均收入据说有八千美金的中国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 因为看不起病而自杀 原因很简单 二就是因为权贵高官偷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 他们霸占了我们的劳动所得 他们瓜分了整个国家的财富 他们各个都是大富豪 他们的子女也各个都是大富豪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甚至连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成了大富豪 那他们是怎么变成富豪的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位医生朋友告诉我 他说中国有很多白血病患者 其中有很多是儿童 有一种药可以治疗白血病的 只要患者定期服用 病情就会得到控制 病人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服用这种药 在印度一个儿童每个月的花销 是200块钱人民币 而在中国服用这种药 你要花掉两万五千多块钱 多出一百多倍 那这其中的超过99%的费用 都是被这个权贵集团拿走了 本来的这个医疗体系 就不应当是赚钱的 本来就是应当救死扶伤的 本来就是应当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的 但是在中国不是 不仅不救死扶伤 更可恶的是 他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独家的垄断的生意 他们在病人的身上 敲骨吸水 他们在病人的家庭里面 绝第三次 一定要把这个家庭 剥夺得干干净净 他们就是一伙强盗 那就是一伙邪恶的魔鬼 在中国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医疗保障的 这样一个体系很难吗 一点都不难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的医疗体系 所有的病人无论贫富都得到医疗救助 在中国建立这么一个体系 最多也就是用个两万亿的人民币 只要那些贪官少贪一点 只要那些权贵少向海外转移一点财富 只要这个政府少向外国撒一点币 只要商工消费收敛一点 所有的人就都能看得起病 我们的老年人就不用自杀了 我们的小孩就得救了 但是掌权的人他就是不这么做 那我们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 我们必须一起上街 我们必须联合所有对他们不满的人 一起来对他们说不 为了让我们的父母不在自杀 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将来有个保障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下去 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说不 有些人可能说我们力量不够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为同样是这一群恶魔 他们不仅仅祸害的是患病的老人和小孩 他们祸害了几乎所有的 他们能够祸害的中国人 他们欺骗的投资者 你看范雅呀 衣珠宝啊 钱宝这些投资者都被他们骗走了钱财 他们强拆市民的房屋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大批的人被他们强拆了 他们抢夺农民的土地 他们毁坏自然环境 他们让工人失业 他们操纵股市 让股民失去财富 他们逼粮为仓 打人杀人 所有的人都恨他们 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对他们不满 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民共振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唯一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让所有的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让所有有正义感的人 大家一起来行动 大家分散的时候力量就很小 大家一起来行动 力量就会非常的大 那怎么样能够一起来行动呢 那就是要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地点我们一起上街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很多 我们的力量就会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能力 赢得我们的权利 请大家记得 今年5月1号 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到省城 到火车站 或者是中兴广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聚集 这一次聚集是一次演练 是一次练兵 我们大家去到那里 不要打标语 也不要喊口号 不要做任何激烈的举动 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到那里进行一次散步 进行一次快闪 那么下一次七一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上街 七一那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呐喊 如果是七一还不能够成功 我们十一再来 那一次就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不达目标 事不罢休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全民共振平台 关注我们发布的消息 这个平台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 所有的人 所有的抗争者 所有的对这个体制不满的人 所有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人 大家一起来行动 互相呼应 全民共振 只要大家一起行动 那么最后 我们一定能够赢回我们自己的权利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